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和大家谈一谈 这两个星期我们控制饮食 主要都吃上去什么东西 前段时间我们俩都发现我们长胖了很多 长胖真的是我们现在比较不喜欢的一件事情 而且对我们的健康也真的是不好 不管是哪个年龄段,长胖都不好 所以我们就进行了两个星期比较严格的断糖 低碳,无水果,无坚果这样一个饮食 其实糖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敌人 但我们有时候又特别想吃一点甜的东西 所以其实两个星期还是挺不容易的 我们先来看看我们主要都吃了些什么呢 首先每天早晨我们还是会先喝一杯拿铁 拿铁的牛奶呢 我老公是用那种无乳糖的牛奶做的拿铁 因为我好像有点乳糖不耐受 因为每次喝了以后呢都会肚子不舒服 所以改变成这个牛奶以后就好很多 我们一天中所吃的食物 基本上就只是蛋白质和蔬菜 蛋白质吃的比较多的是牛肉,鸡肉,还有鸡蛋和培根 蔬菜基本上都是清蒸或者水煮 参数基本上是早午餐加晚餐这样一个模式来进行的 鸡蛋,培根,这是我们早晨常吃的一种食物 蛋白质足够 其实八爪鱼是不错的蛋白质 然后我也挺喜欢做这种青蔬菜汤 Costco买的这个鸡肉呢 我会用它的鸡腿来做凉拌鸡 加上一些我们四川人常用的这些佐料 小米椒啊香菜啊 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凉拌鸡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 这是我们常吃的一个晚餐 是用慢炖锅炖的牛肉 然后加上蒸的蔬菜 就是一个很健康的晚餐 虾仁 青菜汤也是我常吃的这段时间里面 比较容易饱腹也健康的 这是我老公做的墨西哥肉卷 然后我们都会配着蒸的蔬菜 比如说西南花 这个墨西哥肉卷所用的材料也都是低碳的材料 这是我老公在做花菜的米饭 因为有时也想吃米饭 但这花菜做的米饭就很健康 可以一家乱争 然后一般搭配的就是咖喱鸡肉 老公做的这个是非常好吃的 好 这已经做好了 然后老公给我盛一点 真的很像米饭 他是用那个搅拌机把它打碎以后呢 再加点蒜 葱 这样炒出来 放点盐 炒熟 然后把这个咖喱鸡肉浇在上面 吃起来真的是可以一家乱争的 这算是我们低碳饮食里边 我比较喜欢的一餐吧 你看是不是挺像咖喱鸡肉饭的 吃起来也非常好吃 口感不错 反正觉得还挺能够满足的吧 就想吃米饭的时候 也算是一个很好的替代 天哪 第二排了 真的是很好吃 这个花菜米饭真的很推荐 这是一个 就是完全是 当然是完全低碳的米饭 不是真正的米饭 我看到有用这个花菜做 披萨的那个壳 也是很好的一种替代 算是一种生酮的披萨吧 反正这个算是不错的一个想法 然后这个 鸿焖牛尾配这个 卤笋也是我们常吃的一个晚餐 算是比较健康吧 我很爱吃牛尾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两周常吃的食物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3 2